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事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这为什么你这两年都不感冒一次 我这一个月就得感冒两次 为什么同一种食物你吃了之后可以大快朵頤 而我吃了一点就大片起包 答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那您究竟是什么样的体质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养生 才能够更加的事半功倍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 我们将通过一个体质的系列节目 帮助您来辨清您自己的体质 同时呢交给您来调整一些不太合适的体质 让您达到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 那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体质学说创始人 国艺大师王岐的学术继承人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尼成主任一师 欢迎您老师 您好 您老师 您好 见到您 真高兴 欢迎您 四位嘉宾好 各位观众好 您老师 刚刚我在介绍您的时候 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词 您是体质学说创始人 国艺大师王岐老师的学术继承人 其实大家呢对于体质这两个词应该不陌生 但是究竟体质是怎么回事 我估计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弄明白 在说起这个体质之前呢 我一定要先介绍一下我的恩师 王岐国艺大师 王老师 因为他是我国中医体质学说的创始人 从事中医体质研究 已经整整41年了 制定了我国首部体质辩食行业的标准 被载入了国家健康战略规划 我经常说 我们的王老师 就是体质的形象代言人 你看他的精气绳 在这个核癌慈祥的面容里边 透着他的精气绳 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平和体质 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我们都希望能够像王老师一样 达到一个特别好的健康的状态 对 说到这个体质和养生的关系呢 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 现在大家都知道养生 是吧 养生很重要 但是现在很多人的养生呢 是一种大众化的养生 怎么说 什么叫大众化呢 比如说现在很多节目 都是跟养生有关系吧 今天介绍这个吃啊 明天介绍那个玩啊 甚至还介绍按照季节 事实的季节来养生 那这些养生的方法 是不是适合每个人自己呢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体质养生 就是倡导一个理念 叫个体化养生 也就是说 你辨别你的体质属于哪一种 然后根据你的体质 进行个体化的养生 就好比什么呢 两体才一 私人定制 只有做到了个体化的养生 那么你的养生方法 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 但我得先问问 你看 这不有这么多的年轻人的吗 对 这小玉轮应该是最年轻 你今年有多大 老三十 年轻人的代表 你这岁数还养生吗 当然啊 你有什么方式养生啊 现在我们90后可注意养生啊 比如说喝水的时候 往里面放点枸杞啊 然后晚上熬夜的时候 吃点西洋参啊 然后平时喝水的时候 放点片菊花啊 就是熬最深的叶 喝最贵的茶 那你喝完之后 感觉到自己身体怎么样啊 说实话吧 就是大家都在这么做 我就跟着做 但是你说好呢 也没有感觉 你说不好呢 也没有感觉 反正就是水带味了 总比喝白开水强了吗 对 但刚刚呢 小玉轮反映了一个问题啊 就如果我们按照一个 大众的养生方式 哪怕是我们不了解自己体质 也没觉得出什么大问题啊 所以认识自己的体质的 这个必要性到底有多强呢 你算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你没有出现了一些大的问题 我刚才说过 养生为什么要提倡个体化的养生 就是你拿刚才您说的 吃点泡点的枸杞啊 菊花之类的 是吧 你要知道这个药啊 茶啊 它都是有药性有茶性的 既然拿茶来讲 绿茶是含凉的 红茶是温性的 是吧 就让那个吃肉也是有 它也是有这个寒热温凉的 比如说羊肉 热性 热性的 一般都主张在冬天吃 但是如果是你 殷虚体质的人 有一个上火的人 一吃以后马上就上火了 但是如果是一些 怕冷的那羊虚体质的人 他怎么吃他都不会上火 夏天吃都没有问题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无论是吃饮食 运动 起居 包括旅游 还有音乐欣赏 等等等等 都和你的体质有关系 如果会用错的方法 不光是对你的 这个养生无益 反而会生病 那首先咱们得先了解 王岐老师把我们人 大概分为几种体质呢 王老师呢就是通过 四十一年的研究 把这个中国人呢 体质类型分为九种 九种 最好的是哪一个 最好的叫平和体质 它是一种健康的 健康的体质 这是叫一种平和 八种偏颇 偏颇是什么意思 偏颇呢就是你看 气虚 阳虚 阴虚 这右边的三种体质 就是叫虚性质 虚了 再说谭诗 湿热 血液 气欲呢 叫四种实性的体质 那还有一种体质叫特饼 就是特殊的饼质 叫特饼质 这么来概括 亿万苍生 人分九种 一种平和 八种偏颇 那这平和的 也就是刚刚您提到 最理想的健康状态 就像王老师这样 有这种体质的人 是占多数还是占少数 据流行病学调查呢 平和体质 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啊 占了近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二点多 就三分之一的人 是平和体质 哎呦 这些人 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对 但是反过头来 咱得认识到 还有三分之二的人 是处在一个 不太健康的状态当中 需要去调整 对 所以首先 咱们就带着大家 来认识一下 您是属于哪种体质 四位嘉宾想不想了解 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 像 特别像 非常像 知道才能知道 喝什么嘛 那怎么样帮助大家 更好的来了解 您到底是属于 什么样的体质呢 在接下来的 系列节目当中 我们会通过一些 特别好玩 有趣的测试 带着大家一同去 走进体质 变轻体质 那咱们就先来 第一个测试吧 好吗 好 特别的简单 我今天呢 给大家准备了 好多的 喝的饮料 各位 可以尽情地选择 你们喜欢喝的饮料 我当然要选茶 你也选茶 不选茶 这是鸡尾酒吗 不是 这是 你们感受一下 然后选 这冷液 选好了吗 加了冰块的 这是什么 我喝这个 还摸一摸 摸一摸 我有讲究 王毅你选择的 茶 热的 你呢 我跟王毅一样 茶热的 你呢 冰饮料 柔柔你选择的是 我选的是一个果汁 这个就是因为 我刚才摸了一下 就有特别凉的 还有特别热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常温 比较适合我 好 那各位选择好之后 先回到座位上 林老师为什么 让他们来选择饮料呢 通过喝饮料 通过他们的选择 可以有助于我们辨别体质啊 林景说一说 为什么您选择的是 摸起来热的茶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吉林敖冬 安神不脑夜 特别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林景说一说 为什么您选择的是 摸起来热的茶 我就是一年四季 都喝的是热的 因为我喝凉的 就会觉得小腹 会坠胀 或者胃不舒服 因为我本来就怕冷 所以我一年四季 大热天 我都是热茶 王毅你呢 一样的一样的 过去的这个夏天 我只吃过一根冰棍 是一个长辈塞给我的 我在国家天文台采访的时候 一个重量级的科学家 塞了一根给我 然后我就说 好的 就吃了 然后呢 就是满世界找厕所 然后就是平时都是热的 你也这样吗 这个季节 我已经开始喝姜红茶了 这不是女的那个 来的大姨吗 不是 她也可以暖胃 可以暖胃 我就是选的是这种常温的 因为我就像刚才说的 我喝那种 喝完之后就浑身汗 本来天气就热 然后再喝那个感觉就 越来越热 越来越热 但是它那种凉的吧 我也有点受不了 放在那种冰块 光想到一个冰 然后顺着石道 然后这样下去 我就觉得 太对不起我的胃了 所以郁伦你选这个 没人跟你抢 说为什么吗 这个叫做人啊 就得服老 说的你服老 像我们这种年轻人 我们东北有一句话 叫做傻小子睡凉烫 全凭火力棒 我们吃着烧烤 来一个冰啤酒 必须得喝冰的 温兔兔的没有意思 对不对 你想这个冰 顺着地石道下去 整个人是一个 特别热的 到下去那一刻 你就说哇 就是一个字 爽 你们真的是活在 两个世界里的人 所以这可能就已经体现了 你们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不一样的 我是觉得这个特别像一个南方人去了东北 外面穿着棉袄 微博 还冷 你们可能觉得我刚才这个话题有点多余是吧 你们知道吗 这是在炎炎的八月份 什么 因为我见过一个病人就是这样 当时我跟随王岐贵大师 就是跟他去超方的时候 就见过一个在八月份 一个八十岁的一个老太太 从外到里穿了七件衣服 你们去想象 它是什么样的衣服呢 是冬天穿的最长款的绿绒服 绿绒背心 毛衣 秋衣 从外到里一共是七件衣服 就这样他还怕冷 然后他来的时候 打车的时候 要司机把空调给关了 然后来看病的时候 还要把房间里边的空调给关了 北京的八月份可是37、8度 37、8度 那时候最起码是37、8度 就这样他还怕冷 还出冷汗 那他的体质到底是什么呢 而且跟我们今天 让我们四位嘉宾来选择饮料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就是阳虚体质 那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 刚才所说的 这就是一个怕冷啊 怕冷 对 那四位嘉宾回想一下 生活当中 你感觉除了这个饮料的选择上 有倾向之外 自己有没有怕冷的感觉 你有吗 我怕热 多冷 我每次空调在家的时候 就是最低就是16度嘛 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跟我分手 就是因为 我每次都16度的 进去的时候把所有衣服都套上 就是他觉得 就是我觉得非常冷 为什么你还穿一个背鞋 就是两个人生活的 就是状态不一样 我就是不怕冷 但是我怕热 但是我觉得 不矛盾 可以一起住 你看像我老公 我们俩 有这种问题 他就怕热 夏天他盖毛巾背 我盖棉背 我盖棉背 这个图就是 我叠被子手艺不太好 但是左边这个棉背 就是我的被子 旁边那个毛巾背 就是我老公的被子 就是我觉得我 虽然是夏天 但是盖这个棉背 会有一种安全感 那你晚上怕冷 盖被子 白天呢 其他的时候呢 会感觉到特别地怕冷吗 那好像没有明显地怕冷 比如说吹空调 或者在地铁里 不是空调挺足的吗 我觉得也还可以 云洁你呢 平常怕冷吗 我觉得我是属于 特别怕冷的那种 刚才如如说 晚上睡觉 我是一定要把背盖好的 因为我经常觉得 我躺在那里 后背在走风 袜子不能穿矮药 必须要穿长药 你像我今天做节目 也是都是长袜子 而且我夏天 已经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没有穿过裙子了 为什么呀 对 因为我在电台 我们电台的空调 打得特别地低 因为要保证那个设备 它的这个温度 所以我穿了一次裙子 在直播间里 然后等我下了节目以后 我嘴唇都是紫色的 因为我跟云锦 都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其实在电台主持节目还好 因为没有视频嘛 只是声音而已 我们可以插很厚 夏天的时候 我们真的会披羽绒马甲去 最头疼的是来电视台录节目 因为要顾及形象 所以就是对吧 也不能穿太厚 中间那个休息的时候 我就播广告的时候 我就可以稍微盖一盖 正式录的时候还得藏起来 所以我一年四季都会戴一件外套 然后今天来最头疼的一件事情 我跟云锦一样 我要展示一下 就是我忘了穿长一点厚一点的袜子 我现在脚脖子特别冷 我能和他对比一下吗 对 你冷吗 不冷呀 不冷呀 那刚刚四位嘉宾也已经描述了 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特别真实的状态 其实我们的尼老师 一直在捕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那通过刚刚学饮料 再加上描述 您来判断 这一轮四位嘉宾有几个人 有可能是杨虚体质 有两位 那我们看看是 哪两位有可能是杨虚体质 是谁呢 肯定是咱们两个 你们两个 我们两个 云锦和王毅各亮起了一盏灯 这怎么还想起掌声了 不是说杨虚体质不好吗 就是你知道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今天碰到了尼主任 才找到了自己不舒服的方向在哪里 有可能是这个 所以为了自己收获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鼓掌 那尼老师 您是从哪方面来判断的呢 您也交给大家 然后我们也按照这个方向 去辨别一下自己 属不属于这种杨虚体质的可能性 你发现没有 我今天带的这个饮料 虽然是三款 种类虽然不多 但是除了这个颜色不一样以外呢 你发现没有 它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对 你看前面两位喝的是热茶 茶是热的 他为什么喜欢喝热茶呢 他就是怕冷 怕冷洗温 这是杨虚体质的一个特点 我有一点没明白 那马如入夏天的时候 他也盖棉被呀 那不也是说明他了吗 从第一轮他选的是这个 常温的饮料 虽然说他也 晚上也盖点被子 但是他不像前面那么怕冷 他只是一种觉得心里舒服点 踏实一点 对 他可能是一种习惯 还没到杨虚这样的程度 那么那位 玉伦 玉伦呢 他就不是一个杨虚了 他是怕热 对 所以正好和怕冷的杨虚体质 正好是相反的 所以他就是给我排除掉了 排除在外了 所以第一个判断标准 等同于就是 无论是喝的 用的 穿的 环境 咱们是不是喜欢热的 害怕冷的 对 这就是一个判断标准 那我们很奇怪 为什么杨虚体质的人 他们那么怕冷啊 有这样一句话 就是天之大宝 只此一晚红日 人之大宝 只此一息 真一阳 就身体里面阳气 就好比自然界的阳光 身体里面的阳气 好比身体里面的小太阳 它对人体起到一个温序 推动血液运行 是维持生命 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质 所以一旦阳气没了 一个人也就 生命也就到头了 之所以这么怕冷 是身体里面的小太阳不亮了 不能够温序了 所以出现了一派的寒相 喜欢温暖 喜欢阳光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现在搞清楚了吗 这个阳虚体质最典型的特点 怕冷 喜欢热的 接下来呢 咱们还要通过其他的测试 帮助四位 再进一步地去了解 我们有没有可能存在着 阳虚体质的可能性 他们自己都说了 就是说 这个地方怕冷 那个地方怕冷 那就是是不是阳虚体质呢 我们下面就要来判定 就是说到底是阳虚体质 还是阳虚正后的问题 阳虚在我们中医学呢 既是一个正后的名 也是中医体质学里边的一个 体质的类型之一 叫阳虚体质 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这是在我们体质变质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的 要和阳虚正做鉴别 那我们有什么参考的标准吗 我们通过它怕冷 是哪些部位怕冷 怕冷的部位 怕冷的程度 怕冷的持续时间 来进行综合的判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下一轮测试 看看四位嘉宾 怕冷的位置和怕冷的时间 来 四位请到台上 四位嘉宾请看 我手中有这个小冰块贴 这肯定就意味着是寒冷 那你们身体哪个地方 觉得最怕冷 就在相应的位置上 贴上小冰块贴 王一 你要几个 来 十个 王一 要不然你上那边 决定的机会 对 王一 这方便你们来贴 还要吗 我不要了 你贴上了 我贴好了 等一下 不着急 不着急 我觉得拿一个大贴纸 然后把王一给裹上 头一 真的是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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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先开玉轮的好不好 好 玉轮先展示一下 你最怕冷的位置 我最怕心寒 你说 你们年轻人 现在都玩这套路吗 动不动就标土 我看各位都有凉的地方 我觉得我从身上 每个关节散发出去 都是热气 如如你怕冷的地儿是 小肚子 只有这一个地儿吗 对 因为我好像一年四季 这个小肚肚都是凉的 就是只要把手 就是放到这个贴着皮肤 你摸别地儿可能还会热一些 但是摸在这儿就会 手感就会觉得冰凉 那我们看 一看下一位 重灾区 来 我觉得云瑾你这样吧 你可以360度无死角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说一说你都贴哪了 我贴了 你看颈椎 然后背 腰 然后呢 就是我只贴了一面 因为这面是对称的 同样了 肩 胳膊 手腕 然后这里胃 小肚子 然后膝盖 腿 然后还有脚脖子 脚腕 脚腕 基本上没有不贴的地儿了 戳脑的好像都有 来 王毅展示一下 在她的基础上 加了两个脑袋上的而已 你这什么意思呀 头会 这个位置特别怕冷 这个位置 耳朵我一定会生洞窗 只要第一场那个冬天的风吹过来 马上就会有 那现在你老师已经掌握各位 怕冷的位置 那接下来说说 你这个心怕冷多长时间了 我这个 就打失恋了之后 这地儿就怕冷了 打我自己出来了 就发现没有人关心 我就一直心寒 你呢 儒儒 我好像一直这样 从小 从青春期开始吧 我好像一直小肚子都是凉的 那也差不多有十来年时间了 有十多年了 但是从来没有 就是一直没有好转过 一直都是摸着这儿都是凉 那云瑾的持续多久了 我觉得我上半身的这个凉 就是从那个 也是大概青春期开始 就是凉的 那也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自知是从产后开始 那有几年呢 两年 王毅你呢 其实从小开始 就是体质 就是非常怕冷偏寒的 我从小开始 我妈妈会给我 织爱心牌的毛背心 那个款会比较长一点 是可以噎到裤子里头的 这样就可以保护好 肚子不着凉 那小的时候 很小的孩子 可能毛背心是这么大 慢慢慢慢 一直知道 二十岁 那你下半身呢 膝盖量 脚踝量呢 持续多久了 头包括 这个可能也就是 这几年吧 我觉得小的时候还好 那你老师 您觉得掌握全了 信息了吗 我已经胸有成竹了 好 那四位可以 先回到座位上 我们刚刚测试的是 四位嘉宾 怕冷的位置 和持续的时间 那你老师 通过您的观察 您觉得这一轮 将有几位会 亮起红灯 也就是他们 有可能是 阳虚体质 还是两位 那这两位会是谁呢 那刚才为什么 还是这两位 你们发现没有 你们两位和鲁路 有一个显著的一个区别 它只有一个 一个部位 小肚子 而你们你看 都超过了四个部位 也就是说 鲁路它这个 小肚子怕冷 不一定是阳虚体质 很可能是一个 阳虚的症候 症候是 症候 我估计它 你是不是有痛经 有吗 是不是有痛经 这个是有的 青春期开始 它有了 先有痛经这个病 然后在小肚子怕冷 也就是说 中医的这个症 它是一个病的 某一阶段的一个 临床的一个症型 哦 理解了 小肚子症型叫 冲韧虚寒 或者我们老百姓 说叫公寒 所以它小肚子怕冷 有痛经 所以它是一个症候 那反观你们两位 就不是一个部位了 你看 而且你们有一个 虽然部位不完全 但是有四个部位 我刚才统计了一下 是完全相同的 四是一个判断的基数吗 这起码四个部位 四个部位以上 你看 一个是背部 腰部 肚子 还有膝盖 你们两位 这四个部位都怕冷 那为什么我要选四个以上 来判定你们是 阳虚体制 而不是阳虚症候呢 因为我们说的 这个阳虚的体制 它这个怕冷 是一种全身性的 我们的古人 是不是都是 一开始都是 背朝天的 对 要劳动 所以我们中医来讲呢 这背属于羊 所以羊虚的人 所以背部最容易受寒 所以就他最容易怕冷 其次呢就是这个腰部 前面呢就是这个膝盖 膝盖这个地方因为容易暴露在外面 还有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胃 胃里边为什么也容易受寒呢 因为他经常吃冷的东西 经常会刺激到胃 所以这四个部位都怕冷的话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阳虚体制 它反映了全身的 全身性 整体性的这样一个 怕冷的一个情况 而且这个阳虚体制呢 它在没得病之前 甚至是刚生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 而且是持续长期的存在 长期指的是多长时间呢 就是一般是一年以上 最起码一年 如果要是这种症状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体质 不得到调整的话 那时间长了的话会怎么样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健康之路节目 如果要是这种症状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体质 不得到调整的话 那时间长了的话会怎么样呢 怕冷的人 你看是不是特别容易感冒 尤其对一些气候的寒冷 像现在马上就是季节要交换了 是吧 就是特别容易感冒 除了这个感冒以外 女同志容易得痛心啊 男同志还会有一些 出现了一些阳尾啊 这个不愈啊 那么还有很多人出现了 就是一个最常见的 就是一个内风湿关节炎 还有很多腹痛啊 腹泻啊 还有这习惯性便秘啊 等等等等 就是阳虚体质 它会得很多的一些疾病 所以得先来认识自己的体质之后呢 及时地去进行调整 那刚刚呢通过两轮的测试之后 云锦和王毅 是有阳虚体质的倾向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带大家 进入到第三轮测试 这是一个确诊测试 这个测试的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望诊 就是望闻问切嘛 望诊是排在第一位 我们中医经常讲这样一句话 望偶知之者为之神 那么望什么呢 对于阳虚体质主要是望面色 第二个呢就是看他的舌相 两个方面 好 那四位嘉宾请到台上来 可以让你老师帮我们来观察一下 面色舌头出在什么样的状态 望面色呢就是肤色和光泽 阳虚体质的人呢 一般面色呢就是偏白 但是他白而没有光泽 小金你看 他皮肤比较白 但白的光泽度不是很好 像我们先说女士优先吧 这个卢露 你看他是一点偏黄而不是偏白 是吧 他那位我就不用说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这些怕冷的情况 你从第一轮就被刷下去了 王毅 虽然你没有这个小金那么白 因为你是男生是吧 但是虽然在男生里面 他的皮肤也是偏白的 光泽度不是很好 第二就是望舌相 看舌头 先看一下你 王毅的舌相你看 舌弹胖弄有齿痕 所以还是比较典型的阳虚 我们再来看小金 你看他就 你看发现没有 他的齿痕就更加明显 你张大一下 齿痕就是舌头边那个印 这边特别明显 再看看你 如露的舌相反映的是 虽然说舌体也有齿痕 也比较胖大 但是里面注意 他的舌苔比较白腻 比较厚腻 所以它是符合弹尸体质 他这个你看 舌相还不错 说舌苔比较白腻 它也是偏弹尸体质 那我们观众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 来观察一下您的脸色 是不是有点偏白 没有光泽 舌头会不会有一点淡嫩 还有点胖 对 如果符合了这样的一些特征的话 也有可能是阳虚体质的一个表现 对 来 好 四位嘉宾可以回到座位上了 通过三轮自测 我们场上的四位嘉宾 究竟谁会是阳虚体质呢 他们是 云锦 王毅 你们面前爆灯了 那您刚刚也提到 如果要是发现阳虚体质之后 不及时去调整的话 后续很有可能会出现 很多的问题和危险 对 所以咱们得针对现在 云锦和王毅的情况 能不能给一些具体的指导意见 怎么去调理阳虚体质 调理阳虚体质就是一个字 温 温 因为阳虚了 身体里面热能不够了 小太阳不亮了 所以我们要温补人体的阳气 从几个方面来 一个就是阳虚的人不是怕冷吗 所以起居一定要温暖 要避风寒 所以另外就是 如果是对家里边有阳虚体质的人 不管年龄大小 温馨提示 最好让他住在朝阳的房间 哪怕是小孩 因为他需要阳光的温暖 饮食方面呢同样也很重要 怎么温暖呢 就拿吃肉来讲 阳虚体质的人最首选的肉 是羊肉 弱的 因为羊肉它可以温补阳气 而且这些像吃羊肉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包括夏天 如果要是比较严重的 阳虚体质的这些朋友们 光是这些生活干预了 我们就要采取一些 调理的一种方法 我准备了两样好东西 火 带着宝贝来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你老师今天带来了什么法宝 帮我们调理阳虚体质 火 一团 一团火 口串 是 什么东西 桃木 按摩棒 这个为什么选用桃木的按摩棒 这个桃木啊 大家知道桃花是不是春天会开花 对 它有助于生发人体的阳气 所以这个最好是选用桃木的按摩棒 这个是桃木做的 桃木的作用刚才已经说了 那它按摩哪个部位呢 这里边很有讲究 对于阳虚体质的人 就是要打通它的毒脉 那为什么要打通毒脉呢 因为毒脉 是我们中医学所说的 羊脉之海 打通了毒脉 就等于打通了全身的阳气 打通了阳气 所以毒脉就是后面的这个极柱 敲打极柱 尤其是里边的一个穴位 命门穴 就至关重要了 下面呢 有请我的博士生 马嘉义 来介绍一下如何来敲打毒脉 来 我们欢迎小马 咱们也请云锦和王毅 到台上一起来学习一下 小马 咱们怎么用这个按摩锤 来帮我们提升毒脉的阳气 好的 我们的毒脉是自下往上寻行的 我们在进行敲打的时候 建议大家是自下而上的敲打 因为所有针对经络的操作手法当中 顺着经络寻行的位置进行操作是补法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阳区体制的条理 是要进行温补法 所以是我们适当的力度自下而上 这样敲到头部 最好是轻微的酸脏感 那这个是要每天什么时间敲打有讲究吗 每天一次 每次20分钟 到您自己觉得全身温暖舒服就可以了 另外这个命门 它跟我们的肚脐是前后对称的 以我们肚脐为中心画一条线 您的这条线和您后正中线挤柱的焦点 就是我们的命门血 我们自己找一下 从肚脐围着腰画一圈 直直地对应过去 和我们挤柱的焦点 就是挤柱 命门血 命门血 可以到了这个地方可以按一下 它在那个骨头 硬骨头的下面 凹陷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命门血 那这地儿要使劲敲几下吗 对 可以敲几下 可以使劲地敲几下 没有太多次数的限制 最开始的时候 我看教授拿这个出来的时候 我说这什么呀 但是真的自己试了一下之后 力道非常够 轻轻地一晃 就着这个惯性 这个弹性 其实是很疼的 什么感觉 云姐 我觉得敲了几下挺热的 就身上会有热 热 就是热 这就是激发 这样的 阳气往上升腾 激发 激发阳气 打通毒脉了 对于我们这种老毛病来说 我告诉你啊 你知道刚才才敲那么一下 我有什么反应吗 我直接打了一个阁 我的肠胃舒服很多 对对对 因为我最主要的反应就是 我吃了凉的我肠胃会不舒服嘛 刚刚提到的这一共有两个法宝 这个是第一个法宝 对 下一个法宝是什么 下一个法宝同样很重要 欲伦说是吃的吧 什么东西 是 你们光想到吃 这是什么 灵的 艾桥 我们今天选择的艾九的穴位 是官员和命门 那咱们就帮助王毅来感受一下 用艾九的方式来温序 官员穴和命门穴 王毅 可以舒服地躺在床上 我们的官员穴是在肚脐下三寸 我们以中指的指横纹为标准 这个宽度 就是我们同身寸的三寸 就是它自己手的四指的尺寸 对 那为了演示方面 让你感受一下命门穴做艾九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好不好 王毅 水水腰 肚脐 然后再翻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 这个模特满分 对 我们把艾条盒放到它的穴位上 放平了 这样高度的艾住 大概要久多长时间 十分钟 十分钟正好是一柱 每天一次 那你老师 我们为什么要艾久官员学和命门学 来改善阳虚体质的问题 官员它是竹三婴 竹少婴 竹菊婴 竹太婴 竹三鱼 任脉的交汇穴 所以这个号称是浮阳第一药穴 好厉害 所以辅助人体的阳气 这个官员学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再加上这个命门穴 命门穴 这个温灸以后就可以温补肾阳和命门 所以你看这两个穴本身就有温胜阳 温补这个阳气的这个作用 再借艾调的温通经络 活血化穴的作用 加上这个穴位 强强联合 强强联合 用最好的作用 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所以就能打通全身的这个阳气 来帮助恢复全身的这个阳虚体质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热起来了 开始热起来了 就是后腰这个位置会非常的热 然后温度会开始一点一点的 顺着那个脊柱往上 顺着你的肚脉 会蔓延 对 打通肚脉 所以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在家里自己也会爱酒 对 我也酒过 而且像刚才我们那个专家说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控制温度 像我们这种体质的人 就特别喜欢 哎呀 越热越好 越热越好 我刚开始酒的时候 其实我后面的这个腰部啊 都被烫过 对 我知道 它有一层泡 大泡 烫起水泡了 对对对 都可以看到那水泡的痕迹 之后自己再酒的时候 就会试着控制温度了 要隔一层衣服什么的 所以您老师 这个事情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就阳虚体质的人 他看到这个东西 就会天然地喜欢 对 但要这东西被玉轮看着 玉轮恨不得就在跑了 这叫同气相求啊 因为它需要温暖 喷到温暖 它就感觉到舒服 好 那我们就大概做一个演示 那每天您刚才提到 是做十分钟 十分钟 每天一次 好 谢谢王毅 可以啦 所以今天呢 咱们是通过几个有趣的测试呢 让大家认识了第一种体质 阳虚体质 明天呢 我们将会通过 另外的一些测试 看看您又会是属于 哪一种体质呢 期待您的关注 好 感谢我们 你老师和马博士的介绍 谢谢 谢谢 谢谢